请提要第一天由于华航的疏失 导致我与一帮旅客停留在洛杉矶机场一天一夜 在第二天的中午十二点 华航终于排除机械故障 排除万难的将我跟所有旅客 顺利送回台湾啦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跟大家介绍一个 特别打号的部署 有多大呢 大家看看 这么大 另外大 在飞机上的第一餐 我点了这个红酒炖牛肉 它还要附带这个红酒 然后小蛋糕 还有面包之类的东西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红酒炖牛肉的卖相 我觉得挺不错吃的 试吃给大家看一下 好吃 接下来就是早餐时间啦 我选了一个这个炒米粉 还有咖啡跟可颂 这个咖啡呢还是不错的 这个炒米粉 这是猪肉的配料 我觉得料也蛮多的 挺不错吃的 我给它7分out of 10 以飞机撑来讲我觉得很不错 完食 赞哦 即将要抵达台北啦 非常的兴奋跟开心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3D环绕图 快要到台北啦 兴奋 打淘宾终于国际技术啦 台湾的空气 隔着口罩也融化到这个是潮湿的台湾 游戏的台湾 回来了 快三年 我回来了 三年半了 我到台湾啦 隔着口罩应该都可以看到我在小 哈哈哈哈 现在呢我要来去换钱 然后办信卡 现在呢这里住进检查 confidently弄 Set in the space 宣布했다 是不是 回去了 袁亚伦 公益大使 这个不是转型 转型医 karış 转型飓染吗 navigating 出京啦 擦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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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出关了 正式一打台湾鸡刹 傻眼 结果没想到一打开手机 收到这个饭店把我的房间取消的噩耗 让我顿时傻眼 然后饭店打了电话也没人接 那我只好先去那边看看再说了 大家看看台湾的夜景吧 跟我一起出发前往饭店 Let's go 等会儿 Self-check-in-machine This hotel I stay 怎么突然变英文频道 这间饭店我订了 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新 从照片上面看起来非常的新 但殊不知是一个办公大楼改造的这个饭店 进去看看 Rentour 终于搞到房卡了 好啦 喔 小 小 小 一目了然 一张 一张床 一张镜子 一个厕所 待会见 我的天哪 累死了 好 Guys 这个Room tour呢 就转一圈就Room tour了 非常的小喔 大约四坪左右的一个空间 一张双人床 一个电视 一个冷气 冷气有冷战 然后厕所算蛮干净的 太累了 跟大家update一下 这个饭店的最新状况 就是呢 因为我昨天滑航 delay了一个晚上 所以导致我没有准时的check-in入住 然后呢 饭店或者是Agoda 他就跟饭店取消了我的病房 我订了六天 然后呢 因为他取消了 但是也不会退钱 不过饭店不知怎么的 昨天就把我订的房间 全部释放出来给别人订 所以呢 今晚虽然有地方住 但是明天晚上或后天之后的行程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Finger cross bro b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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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今天晚上是有地方住了 那 现在晚上九点 除了很想睡觉很累之外呢 也很饿 当然要去少一个东西吃 吃完才能睡觉 先吃再说 Let's go 看我等一下吃什么 Let's go 明天晚上再来吃这个 哇 他们把这个食材全部做成卡片 哇 全部都是我想点的东西 牛肉片 鸡肉片 猪肉片 卤豆腐 麻辣 鸭血 豆腐 鱼板 鱼板 鱼鱼板 最后我点了这个锅烧鱼面 高丽菜 米血 鸭血 还有这个牛肉片 然后我点了一个这个他们的原味辣的汤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店内的用餐环境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干净喔 不错 有文清风 有鱼店家播放了一些这个有版权的背景音乐 我只好配音跟大家说一下我吃了什么 那我整体来说呢 我刚吃的时候蛮惊艳的喔 我出了一个小抱怨就是 这个锅烧鱼面的面有一点点偏硬 整体来说这个辣度很刚好 口味也非常的不错 非常开心的终于吃到了这个麻辣鸭血 还有猪血糕 真的是 我真的是爽饭甜 在美国的猪血糕跟麻辣鸭血 或者是鸭血 吃起来的质地是完全不同的 太兴奋了 太高兴啦 太满足啦 吃完了 刚刚在这个炒味爵这个汤乳专门店 因为他店里面都有播放一些版权的音乐说明 大家在里面录这个感想 我吃完了 我点了五样菜 还有一个锅烧鱼面跟一杯铁观音 冰洞铁丁正铁观音 那我整体来说我觉得8分 满分10分我打8分 我觉得店的整洁度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好 而且我也喜欢他们点餐的方式 吃完个卡片 然后呢 我觉得汤头的呢 我觉得是麻辣的 招牌麻辣汤的10%的辣度 我个人觉得麻辣或辣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刚好 可能再多就对我来说是太辣了 然后呢 我觉得唯一的小缺点呢 是我觉得他的 异面足得不够久 有点太硬了 然后料有一点跟少一怕的价钱来说 或整体来说 8 out of 10 推荐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哈喽大家好 好今天呢是第一天抵达台北 达到抵达这个大安饭店 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 凌晨3点钟 我要去睡觉了 我接下来会po出这一系列在台北游玩的影片 与此同时 如果你有任何推荐的台北珍珠奶茶餐厅 可去可看可玩的景点呢 也别忘了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下次我回台北的时候可以去那边看看 好啦 下支影片再见啦 我是盖茲碧你们大朋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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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